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我們這節身邊的嘉賓依然是Jason 跟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Hello Jason 好,家庭觀眾,歡迎大家打電話幫我們問問題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8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我們現在先解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看到有一位陳小姐,想問914,安徽海洛 它的買入價是40元,基本上都是很高的 看到最近安徽海洛已經破了頂 最高的時候去到41元 而今天是跌了一點點下來 我想問一下,究竟安徽海洛的前景又是怎樣呢 看到它已經升了這麼多,還有沒有增長空間呢 看回海洛方面,大家都知道最近幾個月 其實它的股價都是零零四四跑贏大市 甚至乎如果你說計算整個行業來計算 就是只是計算水泥板法來講 其實安徽海洛都屬於一種做得不錯的 其中一種水泥股來的 原因就有幾個 第一方面就是見到國內方面 其實基建項目一直都是沒有停過的 如果你說去到今年的下半年 都還是有接近500萬套的保障房要開工的話 我相信對水泥的行業仍然都可以維持正面的看法 但當然有幾樣東西要考慮的 第一方面就是中央方面都已經有個消息出來 接下來下半年有機會將限購令的調控政策 由一線城市慢慢去 即是蔓延到二、三線城市那裏 即是都表示著一些商品房的銷售去到今年下半年 有機會可以放慢下來的 到時候如果你說地產發展商賣樓方面賣得不太理想的時候 又即押著一些存貨在那裏 賣不出的話 自不然會令到新屋開工的數目都有機會受到影響的 當然如果你說商品房的建屋量比之前來說是放緩的話 對水泥來說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打擊 這方面是利淡因素來的 前景方面如果你說撇除這個商品房的影響的話 純粹看回一些公共項目的基建 其實我會覺得仍有一個增長的前景在那裏 再加上這隻股份其實在之前來說 都是公佈了一個營起的消息 都預期今年上半年來計 它的純利都可以有兩倍的增長 這方面其實都可以支持到股價 未必說會跌得太多 剛才你都說到其實安徽可樂都還有這個增長空間 我想問一下如果還有增長空間 如果未買入的投資者是否應該繼續追呢 其實這隻買我覺得只會買貴 就不一定會買錯 可能你說這些位置賣是沒有錯是高一些的 不排除可能這些位置賣了之後 短期之內的股價仍然有機會反覆了一些 有機會可能要試一試 36元50天線的位置 所以要問自己 如果你說風險的承擔能力都覺得可以 或者上下波幅10%阻近都不是太重要的話 這些位置賣的我會覺得都是沒有什麼相關的 因為接下來的前景我仍然還是覺得是看好 仍然還是有機會是升穿之前的高位的 當然你說打算進取一些 讓它跌多些才買都可以的 但是當然有辣有不辣 究竟它的股價那個強勢 會不會令到短期之內可以試35元36元這些低位 讓你買到 如果你說試不到的話 你設定買入價這麼低 會不會到最後買不到貨呢 所以比較好的策略就是 如果你有兩柱資金的話 現在這些位置可以先買一層 去到36元50天線的位置的時候 再買多一層 見回陳小姐的電郵 就看到他是40元買入的 是否應該設定一些止賺止的位置呢 短炒來說是可以這樣做的 暫時看回比較重要的短期支持位就是37.4元 剛才有說過 如果你說一旦跌穿這些位置的話 不排除有機會試一試35元 所以你說純粹短炒3-5%的話 可以先放止賺位在37.4元這些位置 上網的目標如果你說短炒的話 暫時都是看回大概是41元這些高位 一旦突破的話就推高一點 將目標設定在大概43元 謝謝Jason 其實我自己也有另一個問題想問一下你 就是關於它的市盈率 我們現在看到安徽可奈的市盈率暫時 是28倍的 其實如果你比較其他同樣股份 現在這一刻的市盈率都是比較高的 相比來說 其實會不會擔心是買貴 即是比較貴呢 說得好 如果你看回其他幾隻的水泥股方面 包括131312的市盈率大概24倍 另外3323中建材方面的市盈率是21倍多一點 如果純粹計算市盈率方面 安徽海內是比較貴的 但是當然我們看市盈率方面 不能夠只看一個過去了的市盈率 因為我們大家都要看回 究竟接下來的盈利增長會是怎樣 如果你說安徽海內 即是說今年的純粹增長是可以一倍那麼多的話 代表著去到2011年的預測市盈率 大概只會得回14倍、15倍左右 其實如果你說以這個預測市盈率來計 其實絕對都不算特別貴的 如果你說計算其他的股份 為什麼市盈率現在好像叫偏低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本身的盈利增長 未必能及到安徽海內 所以我們看市盈率的時候 要兩個一起看的 除了你說看2010年的歷史市盈率之外 也都要留意去今年的盈利增長 大概估計會有多少 都要看2011年的預測PE 才能夠作準或者可以合理地分析一隻股份的估值 其實前一陣子 前幾天是安徽海內 都是發了這個營起的 都說它的銷售和其他表現會做得很好 不如我們現在又看看水泥板塊的表現 看看今天的表現 就看到安徽海內暫時是跌了5毫報39元 中國建財是跌了3毫報16.14元 華潤水泥跌了9仙報7.47元 而中財股份是升了3仙報5.79元 而今宇是跌了4仙報11.62元 看到今天水泥股的 亞洲水泥跌了1毫報7元 山水水泥升了1毫報9.51元 西部水泥升了1仙報2.52元 而台泥跌了3仙報4.5元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板塊都是個別發展的 不如我們現在又回答其他email 就看到李小姐是買入了澳博880 她買入價是19元 你又怎樣看呢 19元買得不算錯 因為今天股價亦破了之前的高位 亦破頂的趨勢在這裏 留意這類的豪賭股方面 整體股價走勢近這半年來說 都是非常之強勢的 今天破頂和成交都不算小的話 意味著短期之內 都仍有機會繼續上市一些更加高的位置 當然了 究竟這一輪的升浪可以升到去哪裡呢 可不可以太過進取呢 我自己就覺得 目標價暫時定分在二十個八左右 二十一元左右的位置 不要再設得太高了 因為在說今年澳門那邊的博彩業 發展當然是非常之好 或者整體的博彩收益方面 如果你說計今年一月份至六月份方面 都有一個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增長 這方面的增長幅度是非常之好 而且如果你說以澳博來計 整個市佔率在澳門來說 也是排第一 接近三成的市佔率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說都真的買的話 賣龍頭股是沒錯的 但是究竟去到今年下半年 會不會都有機會出現一個 叫增長放緩的趨勢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一來就是說國內方面 其實這個銀根緊縮的政策底下 都有機會令到個別一些 居民的消費意欲 又或者過去澳門娛樂的意欲 可能是減低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政策都會規管 國內的居民過去澳門賭錢的 這個風氣都有機會出現的 所以你說政策一旦出台 在管制一些國內居民 過去澳門賭錢的情況的時候 我會覺得到時候 大家都應該要審慎地對待 所以暫時來說 保守一些的估計 我覺得澳博仍然還是有機會試頂 但是整體的目標價 不要說太高了 大概是20.5%至20% 謝謝Jason 我們也要申報一下 今天國外的股份是沒有持有的 是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會有第二位分析員 為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歡迎家庭觀眾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046566 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atbschannel.com 下次見